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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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因素 因為資本預算 也是延續這樣的一個做法 如果說你是7-11 7-11就是超商的一個主管來講的話 那今天我們說 我們的董事會決定 我們希望我們的明年的營收增加20% 各位注意喔 營收要增加20% 那這個目標呢 如果你是一個超商的一個主管 你會覺得說 沒有錯 我營收要增加20% 那我要怎麼增加呢 是我現有的所有的超商 每一家店都要增加營收20%呢 還是呢 我增加20%的分店 來讓我的維持現有的那個超商 每一家店的營收能力不變之下 還增加20%的超商的店呢 是哪一個比較可能是真的 是我固定我目前的店數 然後希望我每一家店多賣20%的東西 還是說我維持每一家店賣的東西是一樣 去增加20%的店 很可能就somewhere in between 我們很可能希望每一家店 還是稍微賣多一點 但是每家店稍微賣多一點 一定不足以去cover我要20%營收的成長率 所以我很可能也要開一些新的店 OK 那問題就來了 我如果說我下定一個策略目標說 我營業收入要成長20% 那這就不可能完完全全就是我由現有的店 來去支應我成長的20% 我可能要怎麼樣 要去開設一些新的店 那開設新的店就需要什麼 當然就需要資金 需要怎麼樣的資金 需要店面的資金 每一家店有每家店 我很可能需要開100家的店 那每家店面就有固定資產的需求 那除了固定資產的需求 那除了固定資產的需求以外 還要有什麼 還要有inventory 還要有其他的營運資金的需求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如果說 好 我們的公司的主管要求有20%的 營收的成長率 那我們就要有一些資金的需求 才能夠達到這20%的成長率 那當然我們這個資金的需求 我們可以想像的到 當我營收增加20% 我需要去投資固定資產 我需要去投資 營運資金的增加 但是我營收如果增加20%以後 會有怎麼樣好處呢 我的稅後精力是不是也會增加 那稅後精力呢 當然除了付股力以外 我會有什麼東西 保留營運也會增加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我就要想想看說 我下面一個年度 我如果要營收增加20%的話 那我要增加投資的部分有多少 我自然而然增加的那個 盈餘的部分有多少 那我必須要投資的資產 減掉我可以算造出來的盈餘 那剩下來就是什麼 就是我融資需求的大小 對不對 我們說資產負債表 如果說你預計明年 為了支應20%的 營業收入的增加 那你當然就必須要固定資產 會增加多少 然後營運資金 營運資金當然是 流動資產減量流動負債 那我們假設流動資產會增加 流動負債也會增加 流動負債增加呢 是增加在資產負債表的右手邊 對不對 所以你預計說明年如果我營收要增加20%的話 我固定資產會增加 然後呢我流動資產要增加 然後呢我的流動負債會增加 然後呢我的保留盈餘會增加 所以你左手邊會增加兩個數字 右手邊會增加兩個數字 那通常來講 你左手邊要增加的 會比右手邊要增加的多 因為你固定資產那麼多 大量的增加來講 你通常你那個盈餘率 通常是你的公司資產的報酬的一部分 所以你資產增加到20% 你不會說盈餘增加20%那麼多 OK 所以理論上來講 你會發現 這個左手邊你需要投資的 比你右手邊 應付賬款跟我們的那個 那個保留盈餘增加的量大很多 所以我們說 資產負債表告訴你什麼 如果當資產的增加大於 負債跟業主權益的增加 負債跟業主權益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 只增加負債 那你就要增加舉債 你也可以增加業主權益 就要發行新的股本 OK 讓你左右兩邊相同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做的就是 你要去預算 你需要多少的融資的需求 那當然你要去考量一下融資的時機 OK 我們通常來講 你做財務預測不會只做一年 你會做兩年 做三年 做五年 做十年 OK 為什麼要做那麼久 因為通常來講 你要去籌作資金 你不會說 喔 我明年 7月1日要開100家電 所以我需要 20億的資金 那後年呢 我可能要增加120家的電 需要多25億的資金 那一子類推 然後往下推下去 那你總不能就是說 每一年都跑到市場上去要個21、25億 因為這樣來講 你的那個籌資的成本會非常的大 我們通常會每隔三、五年 然後去籌一次資 OK 減少那個籌資的那個頻率 好 然後所以你就要了解說 我什麼時候籌資 什麼樣籌多少的錢 你很可能一次就籌三年的需求 五年的需求 好 一子類推 所以你要了解融資的時機 跟融資的大小 那如同我剛才所做的說明 我們說我們如果要籌錯一個資金的話 你可以從 預測明年的資產負債表 可以 可以得出你所需要的資金 因為我剛才做法是怎麼樣 我們要開100家分店 我固定資產要增加多少 我要開100家分店 我的存貨或是我的營運資金 需要增加多少 對不對 所以我明年的資產負債表 就出來了 那所以我資產面出來了以後 那你第二個你就要想說 好如果我明年必須要籌資100億 那我這100億是什麼 是要有短期負債 還是長期負債 還是要由我增加股本 來應這個100億的增加 我可能也會用combination 增加多少的短期負債 增加多少長期負債 增加多少的股本 也可能選擇其中的一項 但是不論如何你一定會怎麼樣 你要去決定如何去籌到這100億 那你要籌這100億 所以你一定會覺得說 好那我現在的短期負債變成多少 那長期負債變成多少 股本變為多少 那我一旦確定了以後 那我除了我的資產負債表確定 那我的損益表能不能確定 也能確定啊 因為你的損益表 就會依照增加20%以後的營收 那你算出來 消貨成本等於多少 稅後經歷會變成等於多少 對不對 稅前經歷稅後經歷 然後一直推下來 所以你明年的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 一定都會有 那你就可以去算一算 我們明年的財務報表出來以後 我的舉債比率有沒有違反 我原先跟我先前債權人所做的約定 或是我決定了我的新的一個融資的計畫 那我的稅後經歷等於多少 每股盈餘變成多少 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有可能所用到的融資計畫 是會改變我流通在外的股數 如果我採用的融資計畫是發行新的股票的話 那我流通在外股數會變化 那我的每股盈餘增加的 我的稅後經歷增加的速度 如果並沒有流通在外股數增加的速度快的話 那我每股盈餘很可能降下來 每股盈餘降下來很可能會讓我股價不利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一旦做完的財務預測以後 你馬上就要去檢驗一下 你的財務報表 你的財務上面各種數字 你會不會局債程度變得太高了 你會不會財務風險變得太高了 你會不會每股盈餘反而降低了 OK 那如果有這樣的情勢 你當然就要審慎的去評估 你要不要去做這個過程 如果擴充的結果 是對你現有的財務的狀況來講 沒有變得比較好的話 那那個公司的主管很可能就必須要去考量一下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整個的圖 它其實跟我們 剛才所講的那個資產負債表 是比較有關的 那當然水益表也會影響 我們在這邊就跟各位講一下 通常我們會先做銷售預測 我們剛才講說 公司會定個目標 我的營收希望明年成長百分之二十 成長百分之三十 那我們會假設說 如果公司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公司 它目前的產能應該是幾乎百分之百的運作 沒有什麼剩餘的產能 如果沒有剩餘的產能 你今天要支應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營收的成長 你就要怎麼樣 要增加固定支出嗎 就好像如同我們剛才所講 如果你要 預計7-11如果要成長百分之二十 那我們說單電的成長 你當然也有可能增加 有可能降低對不對 所以我們比較保守就是說 我單電的成長 營收的成長 我們假設是零 或是非常微小 所以我如果今天我要營收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話 我的分店就要增加百分之二十 那分店要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話 你就可以推測出來 我的固定資產要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投資 我的營運資金要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投資 那如果是如此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會有固定資產必須要投資 我們假設我們固定資產必須要投資 增加百分之二十 OK 然後呢 我們銷售 我們剛才有講 如果說我們目前來講 的規模 是百分之百 運作來講的話 那我們大致上 除了固定資產 就要做百分之二十的增加之外 營運資金也要做百分之二十的增加 因為營運資金的這一部分 它完全是隨著銷售的活動 的增加而增加的 也就是說你說 產能的應用率來講 你可能會影響到固定資產的 到底需不需要投資到 增加百分之二十 你可能 你可能 如果目前產的運用率 沒有到達百分之百的人 他可能不需要 做到百分之二十的擴充 但是你如果說 我現在 是談營運資金來講的話 只要銷售 營收增加百分之二十 我們營運資金就會跟著 漲百分之二十 因為我們認為它是跟 營運資金的設置 就跟我們的 那個銷售的活動是 直接有相關聯的 OK 所以我們除了固定資產要增加 我們的營運資金也要增加 那營運資金我們 是一個統稱的一個項目 它事實上是應該是 流動資產的增加量 減掉流動負債的增加量 那通常你在規模擴充的過程當中 我們說存貨這個東西要不要增加 你以超商的那個 例子來講 存貨當然要增加 OK 那超商除了自己本身自己的 比如說像統一超商來講 它自己有自己的食品的供應 對不對 它有一些 物品它事實上是要跟別人進貨 那跟別人進貨的話 存貨的規模增加 它是不是應付賬款的規模也會增加 那我們說存貨這個東西是資產面 可是應付賬款那是負債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營運資金 就是以流動資產的增加 減掉流動負債的增加 所以我們營運資金 理論上也會增加 也會增加 那當然我們銷售預測 可能會引起我們的盈餘層面的一個改變 也就是說 正常的狀態之下是 銷售量如果增加 銀售量的增加的話 那個稅後精力的規模也會增加 那我們假設說 這個公司是付固定的股力發放的話 那它的保留盈餘也應該會有增加的量 所以你應該會發現 我們大致上會有這樣的情形 我們這邊是Balance Sheet 我們這邊是Current Asset Fixed Asset 這流動資產 這固定資產 那我們流動負債裡面有一個Accounts Payable Accounts Payable 那其他的 我們假設就是說 其他的那個流動負債 就不會誰的這個東西的增加增加 那我們假設還有 還有Long Term Debt 然後還有Common Equity Common Equity裡面有那個Stock 股本 然後還有Retain Earning OK 如果說我們營收的增加 我們有可能會引起 這個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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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這個也會增加 OK 如果你的資產的增加量 大於你 因負賬款的增加量 加上你保留盈餘的增加量的話 如果說我們這邊的 兩個增加的量 大於右手邊兩個增加的量的話 那你勢必要在這邊 加入額外的 我們這邊把它叫做是 Additional Fund Needed Additional Fund Needed 就其他的資金就必須要加入 在長期負債 或是你其他的那個應付票據 就要增加 就要增加 或是你的股本就要增加 流動在外的股本就要增加 就是我們會想辦法讓 資產負債表的左右邊 所以在這邊呢 你就會發現 我們就有外部的資金的需求 然後呢 你就會有短期負債 長期負債 或是股東權益的一個資金的需求 好 那這個當然是 公司在成長的那個階段的時候 成長的階段 我們當然會 你的資產的需求就會大於什麼 你的資金的那個 自我創造的資金的一個大小 好 如果今天公司 如果說 好 我們 以後呢 就是穩定成長 我們原先是高速成長 以後要穩定成長 那你要知道 如果以往的話 是高速成長 那你會產生很高額的折舊 對不對 但是未來如果說 我們的成長的需求 就不再那麼多 所以我的additional的那個 那個固定資產的需求 就越來越少 但過去的折舊很大量 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呢 你到頭來就會有資金的攻擊 然後再加上如果說 過去的規模 或過去的投資 如果做得很好的話 我的保留盈餘增加的量 也會很大 OK 所以呢 你會有些時候 尤其是到公司收割期 或是到公司 穩定成長成熟期 你會發現呢 你資產負債表的右手邊 可能會大於你資產負債表的左手邊 那時候就會怎麼樣 那時候你就會有 資金的供應 我們剛才有講 資金的需求就是你 資產的增加量會大於 右手邊的 資金的供應量 那如果說 我們右手邊的 大於左手邊的話 他表現在 我們資產負債表上面 就會有比較多的cash 對不對 你賺的錢 你不可能永遠一直 就是資金需求者 因為你賺到某一定的程度以後 你右手邊會增加的量 就會大於左手邊增加的量 OK 那所以 當你如果說 左手邊的資產的需求 大於右手邊資金的供應的話 你就要有 additional fund needed 就是到外面要去籌資 但是如果你到穩定成長期的話 你右手邊增加的量 大部分 絕大部分來自保留盈餘 會大於左手邊 有些資產方面的投資的需求 那你就會有多出來的cash 那多出來的cash 就是說 你可以拿錢去買另外的公司 或是可以拿錢去 去做其他的投資 購病其他的企業 或是你去還債 或是怎麼樣 比如說像 蘋果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右手邊的 右手邊的 賺的錢 大於他們資產 成長需求的資產的規模 所以他們在財務報表上面 就可以看出很多的cash 那這大致上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從這邊大致上可以看出 我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預計一下我們公司 明年後年 以此類推 所有的財務生命的需求 所以我們大致上有兩個 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的話 如果說我們純就 只想知道明年 我大致需要多少資金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依據我過去財務報表的慣性 我可以看出來說 我如果營收要增加20% 增加30%的話 我資產會增加多少 然後呢 我的負債會增加多少 我的保留盈利會增加多少 所以你純粹就你估計的資產增加量 減掉你的負債的增加量 減掉你的保留盈利的增加量 你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你明年需要 向外面籌資多少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公式 就可以算出來 這是第一種approach 第二種approach 我們就去預測 我們的財務報表 我們去預測說 我明年我如果營收增加20% 我的損益表會長得怎麼樣 那我的資產負債表 應該長得怎麼樣 然後這中間會有一個loop 一個loop 一個回圈在那裡 什麼樣的回圈呢 因為我們通常必須要 先算我的損益表 就是我依照新的銷售量 新的銷過成本 然後算出稅前淨利 算出稅後淨利 然後稅前淨利要去減掉利息 才會等到稅後淨利 然後你再估計出來說 我的保留營運會有多少 那我就算出來了 我明年財務資產負債表上面 我資產需要多少 我的負債會增加多少 我的保留營運會增加多少 所以我會有一個缺口 那個缺口就是我必須要去做的 那個缺口你可以用兩種方式 一種是增加負債 另外一種方式是增加業主權益 好 那你如果說 好 明年我有個資金缺口200億 我希望增加負債 好 那你中間就會出來一個問題 你剛才在算那個 保留營運的過程當中 你的負債是依照原先的負債水準 你還沒有加上這個200億的缺口的負債 所以你要回過頭去 重新去更新你的那個利息的估計數 所以你會從頭再來一次 所以我們下禮拜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會跟各位講兩種財務預測的方式 一種是用減變的公式去預測出來 財務需求的大約量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說 我們直接就去預測隔年的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 那你如果預測出來資產負債表跟損益表的話 你基本上就可以把所有的財務數字 都把它估計出來 甚至你可以估計你的股價 OK 那所以我們會把兩種方式都跟各位報告 那報告完了以後 我們再跟各位講營運資金管理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你直接向各位報告 職業 我們就先回答 我們要來講 這個限定的財務 明事來講 啊 有請客 有請客 我們請客